在跟相关的人尤其是台中总部这他们的地方领袖们 他们正在帮他展开联署要做独立参选 不想等换好了郭台铭规划独立参选郭粉们也很给力 因为联署数字门槛不容易 民间力量将在7月1号早上于总统府前发放郭台铭独立参选的联署书 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既有国际关企业金融头脑 然后可以带领国家前进的这个领袖的这个想法 这些支持者就是所谓的郭粉并没有散 要再转下一步根据TVB的掌握消息 要拱郭上位前向来口无真然的郭台铭 也开始寻觅年轻女性发言人就战斗位置前要先保护郭主帅 郭台铭招兵买马为总统路布局 不过诚信问题将是考验 国民党确定征召侯友宜当天 郭台铭在脸书写下会支持侯淡埋伏笔 会为和平而战永不罢休 而这一个月的发言对朱立伦侯友宜没发动攻击 似乎就在等7月23号的国民党全代会 还有在投票前对他而言都有机会 到目前为止的民调的确会令很多小鸡们忧心 所以我建议党中央应该咨询 所谓要参选这一次立委的同志们 就是可以逐一的咨询要做怎样的改进 郭台铭是当救援投手还是要独立参选 在这之前传出要与柯文哲合作先破局 我不晓得我最近跟他还没联络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郭台铭的动向左右选战 TVBS新闻董事宣宣宣 台北参发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